很開心今天大家可以抽空前來這裡 那我今天呢很榮幸可以在這裡 展現一點我練習的成果給大家看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謝謝 可別需要用心醉 再有更多寬愛情願 誰是用心最會分別 相思的戀不脫的世界 白與黑 所謂 我和自己作為 忽然不虎偽 錯過對 不是罪 沒有什麼階段 我發願 我存在的解釋 我要給一心補一下 最近被招得太辛苦了 每次我看到什麼樂器我跟家去學 然後我前幾天不小心在樂器 我不小心看到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 沒辦法學學看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他學東西很快 這是新的挑戰嗎 梓鴻老師 對 我會再繼續尋找不同的樂趣 很溫暖 因為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喝到我媽媽煮的雞湯了 因為我一直在台北念書工作 那我記得小時候媽媽都會燉那個香菇雞湯給我喝 所以其實很懷念 那這次呢 梓鴻老師特地就是給我一碗雞湯補補身子 讓我覺得很溫暖 很像就是喝到媽媽燉的雞湯一樣 前陣子有稍微體重掉了一點 因為真的沒有時間吃飯 基本上是也沒有時間睡覺 所以變得有點憔悴 但因為就是公司的人都對我很好 還特地買了補品給我 所以我現在其實身體健康狀況是還OK的 壓力很大 因為其實自從我進公司之後呢 我覺得梓鴻老師真的非常好玩 就是他只要一有想法 他就會跟我講他的那個新鮮的那些計畫 那我就會試圖想要去把它實現這樣子 那其實我 他應該也知道我是一個很喜歡接受挑戰的人 所以會不斷地給我新的不同的嘗試 9月23號的演唱會 在松山文創園區1號倉庫 那是我人生首場演唱會 所以其實我很期待 那也有一點緊張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前來欣賞 相信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不只是有新的造型 還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所以相信大家 只要前來一定會有不同的感受 其實因為我們這次的演唱會 是比較不一樣 他除了我會演唱我自己的專輯歌曲 也會唱一點別人的歌 除此之外呢 最特別的是 我們會有一些聲光跟投影的效果 所以其實像剛剛我們呈現給大家看的 就是其中一小部分的一個小節目 我會跟很多不同的我做一個PK 或是一起合奏 或是一起合奏 那到時候就可以看看 到底是有多少個我在台上 正在唱會 無所謂付出的我 無所謂天上的舊 無所謂一個人會更好過 無所謂一同什麼 也無所謂拒絕什麼 無所謂也曾經過 我就逃避什麼 無所謂誰忘了 無所謂沒有寂寞 反正沒問昨晚就該當初 無所謂的求求 無所謂誰的承諾 無所謂有誰來陪 愛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